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定型 那么如果白鞠断 黑鞠断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定型 但这个局部呢 现在这个局部呢 这个定型方面大家的结论呢 觉得白鞠支持白鞠的人更多一些 因为白鞠的定型抓了一朵花 形状很舒展 有的人呢 结材有力呢 再断一个黑鞠还是很讨厌 如果是结材有力的情况 断一个的话黑鞠还是很讨厌 所以要这样呢 这个下法呢 黑鞠不是太别满意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在大飞的时候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尊子的关系 为什么要说尊子呢 以前坐在一个职业的一个棋手的对击中 当时黑鞠 现在这边先挂了一下 就是白鞠挂了手 黑鞠先挂了一下 白鞠脱退 然后这个时候 黑鞠 选择一间高架 其实 最明显 对于是有备而来 但当时呢 可能那个职业棋手 他还不明白白鞠到底有什么 黑鞠到底有什么手段 然后他选择了大飞 然后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由于真正的关系呢 白鞠的大飞就不成立了 黑鞠现在靠这个 显然白鞠不能从这头搬 从这头搬的话 黑鞠一断 白鞠打吃 长 接上 那么这个子被吃掉了 那这个局部来讲呢 所以白鞠明显就吃亏了 那么白鞠还是从这头搬 黑鞠断 白鞠打吃 黑鞠长 白鞠就有接 这时候黑鞠冲的时候 白鞠挡不住 那挡了一个针子 然后里白黑鞠就把它断了 这个针子 现在黑鞠 当初在前面 先挂一个这个预谋啊 就 可以实现了 那么显然现在这个局面下呢 白鞠不能再挡了 白鞠只能 拐下来 黑鞠冲 白鞠扳 挑 黑鞠挡了 这个局部像这样 就这个局部来讲啊 这个局部来讲 当时我记得 长浩是 得出了判断师 他觉得白鞠是 就局部来讲 白鞠是肯定吃亏了 这是 长浩得出车的 大多数的职业高手 也是认为这个鞠啊 白鞠吃亏了 所以大家注意 在均止 一旦不利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 这个大飞是不能轻易的 去使用的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 大飞 在很多情况下 有些人提 重新提出过小飞 但是小飞呢 飞机就可以靠了 这很简单的一个靠段 再下层刚才那个局面 大家看这个 这个纸线在这里 跟在这里 那区别太大了 插了一路 无论是从 行驶的结构和眼位 都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在这里 这个眼位 就明显就不足了 所以说这个棋 小飞是不能下 因为这样的作战 也是非常勉强的 白鞠肯定是 站不过的 那么大飞 飞机还有一点 就是尖冲 尖冲的话 白鞠是不能贴的 贴的话 这个战斗 刚才又有点 怀疑成刚才那个图形 这样的话 白鞠也是非常难占的一个局面 就是贴阶上 走 这棋 跑不出来 因为白鞠 黑鞠压队 在这个线上 因为这个地方不能被搬 那么黑鞠 很简单的一挖 白鞠就 很难办 如果接上去 这个被吃掉 这个被吃掉的话 白鞠 几乎就一无所得 那么吃这个也就不行了 黑鞠吃掉就可以 这个针子 跑不出去 所以说这个局部 它其实如果走大 上眼的话 白鞠是不能用正面作战的 要选择柔软一点 坚硬的 黑鞠 还是一般 这样子你刚才比了 那差别都太大了 等于是 这样相降 等于现在白鞠跑去 接鞭 几个时候呢 白鞠明明可以接这个的 就断 白鞠一拐 黑鞠是吃不掉白鞠的 把尸贺的就死了 那么白鞠在 等于是没有骑的地方 捕了一个 被黑鞠断掉 这子靠过来 那么就可以想象 这个当次 这个结构 白鞠的损失是 很大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经过直接 踹向员呢 白鞠把这个吃掉 那么这个局部来讲呢 白鞠 还是可以满意的 那么黑鞠还有东西 就是调这个 调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也挡下来 要冲断 这个战斗呢 也非常复杂 但是这个战斗 从我们稍微 首歌分析一下 就知道 白鞠的作战 是很勉强的 我们看 当时 本一是白鞠 白鞠跳一样 黑鞠跳 这个时候白鞠正常 也是跳的 这个时候白鞠 一定要搭下来 那么黑鞠顶段 是很正常的 因为黑鞠 如果白鞠要搭下来 黑鞠也没有别的办法 黑鞠如果是这样 那局部被压在二路 黑鞠也不能接受 所以说 白鞠搭下来 黑鞠只能顶着 那这个搭是很 很无理的一步棋 很齐心的概念 所以这个战斗 虽然说很复杂 但是白鞠肯定是勉强 接下来黑鞠会飞这个 这样的战斗呢 白鞠苦战一些 那么白鞠呢 现在鞠是比较正常的一下 现在鞠 黑鞠 大概是爬 但是白鞠长 黑鞠还是 这个骑行啊 还是很难受 因为 被拐来又太大 但是不停地爬呢 就急急早早的 爬在三路上 尤其现在这个局面 还不能 不能随便跳 因为你跳啊 它这个地方 它有 比如冲完以后呢 它有断 你就很难受 它有可能 它先保留 这个变化不走 但是以后 它存在这个 现在这个变化 比如说 断完前 它挖 接下 那么它这个地方 它一旦 需要这个先手的时候呢 白鞠就会 等于这个地方是决先 它当然 可以考虑先不走 但一旦 它需要这个先手的时候 白鞠就是决先 所以说黑的呢 这地方爬不 跳不跳呢 还很难受 但你不跳 你就被拐下来 更加受不了 被拐下来 下午 鞠他要挖 挖你不能吃这个 吃他为力 那就已经 无法收拾了 只能挡这个 然后白鞠接黑鞠 走一个 再被一翻 这个脚 黑鞠被收挂得很惨 目数 目数也很小 这样呢 也接受不了 黑鞠继续挖 踩这样 就比较普通 但是这样整体呢 黑鞠还是要吃亏一些 如果再爬 还有可能爬不着了 那这时候再爬 白鞠可能走过来 所以黑鞠爬太多 另外离这个鞋啊 白的这个 间隔已经很厚实了 将来这个并行 还可以拖一下 再顶一下 直接 连半 还是可以这样的并行 那么黑鞠这个地方 走力花了太多了 你全卖三路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黑鞠肯定是 不能接受的 所以呢 这个跳也不能 不太沉迷 所以这个大飞呢 让人感觉呢 眼花缭乱的 一个下巴 那黑鞠一丝半会呢 拿不出什么好的 好的鞠 那最后研究呢 说黑鞠顶这个时候 唯一的一手 顶这个鞠呢 是一个 局部的要点 那么白鞠在 有些情况下 可以非常地 踩边 踩边黑鞠 翻这个 白鞠再走 这样白鞠呢 比较快速 黑鞠呢 显得大实 这样双方呢 都可以接受 看起来好像 白鞠好像损了 其实呢我们分析下 也差不多 因为等于是 黑鞠身位 白鞠挂 二斤高挂 很少见 但是黑鞠二斤 靠差也 也是很少见 然后白鞠猜回来 黑鞠搭在这里 这样的 黑鞠的速度 其实并不是 特别的理想 但这两下呢 半期有多损呢 也很难说 有些 我们有些骑手 还提出这个骑黑鞠 要走还是走到这里 只要这里呢 味道 比较干净一些 走到这里以后 以后被打入起来 很痛苦 这地方有 尝下来的味道 这是比较简明 双方都可以接受 一个简明的图形 那白鞠 还有一些 我们提出顶音啊 那顶音的呢 黑鞠飞出来 白鞠呢 坐在那 相对比较 勉强一些 然后斑 很利 现在 白鞠 如果说 贴过来 会挤压 白鞠还是 比较危险 一些作战 因为这个地方 有个断点 如果你走 它喉 就像这断过来 白鞠只能在底下 做活 那黑鞠 白鞠坐活的同时 白鞠大概就这样 坐活 那坐活同时 黑鞠飞过 黑鞠也活了 那黑鞠活了以后 外头 外头很明显 白鞠这四个子 要想跟黑鞠 这一串作战的话 肯定还是要 勉强一些 因为这个地方 拐下来 还行 还有鲜少味道 那么白鞠呢 这个战斗啊 相对来讲 稍微勉强一些 在开局阶段 如果 如果是这个局面下 没有特殊配合的情况下 白鞠这样作战呢 还是 还是比较勉强的 那不能顶这个呢 白鞠也不能立 立 搬住一样 依然还是 没法动弹 就是搬一断 这个地方 白鞠还是 刷不过 刷不过黑鞠 那 如果是普通的做活呢 那就 那仅仅是做活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 因为黑鞠就算 顶一个 或者退一个 都可以 因为现在这个子 已经莫名其妙地 撞在黑鞠的 后续上面了 那肯定 这个战斗肯定就 白鞠就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好的 地方了 所以 白鞠要长 长这个 也是 也是最激烈 也是最强硬的 一个下巴 黑鞠斑 那么显然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一场战斗 对吧 白鞠立 这个时候 这个骑行啊 白鞠立的时候 黑鞠很困惑 这个地方有 有虎的 有街的 还有挡的 先看看挡 我们先看看挡 挡完的话 白鞠跳出 那这个骑行啊 一旦挡完以后 这个必须 就在这个地方 就要想办法了 因为 因为 这个一旦 白鞠这个点 方的话 黑鞠就很痛苦 因为 白鞠这个 肩有先手为了 肩有如果 黑鞠不走这一点 这里面 他一切都死活的 可能都要成问题 那我们看 他如果说 如果说 接一个 就局部 如果外头 白鞠一旦厚的话 才有脱 你要搬这个 这肩肩上 白鞠就已经活了 那么你搬这个 黑鞠 这个皮肤啊 如果说 白鞠的后 外围特的后 的情况下 这还是死气 你搬 你走 局部是死的 当然你这个 现在你猴这个 依然是活的 你靠这个 靠这个地方 白鞠这个 有一个软头 这样还是活的 但是 白鞠并不是说 他一定要杀你 在拖完以后 他其实已经获得了 很多目数了 然后他这一代 坚硬的又先手 这个也先手 坚硬也是先手 要么白黑鞠就 太苦了 所以说呢 黑鞠挡这个的话 一定要 抢这个 但抢这个 才去贴 这人不能挡啊 挡的话 这个地方 顶出去了 因为这个鞠是先手 嗯 白鞠 对吃 对加死 吃完 加死 那白鞠肯定 也不行 黑鞠不能直接顶 黑鞠直接顶呢 白鞠管 就对了 开始长 这地方一断 黑鞠这个鞠 气太紧 可是明显就不行了 所以只能跳 然后贴 黑鞠 获得一点时空 但是这点时空呢 无法弥补外围的 那个损失 现在 黑鞠这个字啊 等于是单方面掏骨 一个人跑 因为白鞠这块鞠 已经走得很长 但只是获得这个脚地呢 黑鞠 不能 不能满意 所以呢 这个档呢 正就没人 没人下这个档 所以呢 还有虎的 虎呢 在目数上是有便宜的 但同样的 现在 现在下一步 下哪里 也非常困惑 如果跳 白鞠接 那个呢 依然是不一定能 能拿入白的 但是这样呢 飞起这个脚啊 也会被收刮得很惨 所以这样也是 不太能满意 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棋呢 都是接 接呢 放弃一点实力 这地方比刚才的木树呢 稍微损失一点 但它好处在哪呢 好处就是 现在可以顶这个 它顶这个呢 完全如果冲下来 可以冲 可以藏 黑鞠抖住 因为黑鞠这个 如果你跑的时候啊 黑鞠可以先压 这个压是决限 因为现在你走这个的话 这边 你明显可以搬 或者 或者冲这个的话 本来就是死了 所以呢 压的时候怎么长 好像白鞠黑再冲 这样堵住 这样呢 白鞠皮部来讲 就被吃掉了 外边没有 没有好手段 只有三口鞠就死 肯定就死了 大家看 这是它接的原因 因为它虎的话 这边如果黑鞠 选择虎的话 这个鞠就不能成立了 还是下分这个局面 白鞠怪 这个时候呢 白鞠一加 黑的这个气啊 就成问题了 如果你 街上 它一度过 你得团住 白了一吃 这黑的 反而呢 气就不够了 那如果力也不行 这一吃就 结束 所以呢 这个气当初呢 他去接 这其实跟虎比啊 就是他放弃点幕术 但是他同时呢 他就是为了 加这个 为了顶 靠出来 但是靠出来呢 一定要 次序 应该下来好 因为 有些 想这些东西 很多 业力气手 就觉得 有 有先手 就先走 其实当时 这样走完以后 就把味道给卖了 本身这不起啊 很损 对白鞠 这边的 帮助很大 那么如果你 现在顶的话 那白鞠就可以考虑 不用再 不用再跑 这些的 拆二都可以考虑 这样的白鞠 黑鞠吃掉 然后白鞠就踩过来 那么现在看 这不压 就太损了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 白鞠肯定是 不能踩到这里 踩上 你这一挡 明显 白鞠就 过分了 那你如果踩二 将来 黑鞠还有可能 有靠的手段 靠你搬 我这个还有断 相当还有这样的交产 但即使 我就算最 最简单的压一个 那我也比刚才 要强多了 这边和白鞠 这地方 来到多拆了一路 所以这个鞠啊 要走啊 一定是要干顶的 干顶呢 白鞠走近 其实拐太大 也很复杂 然后白鞠 就这手压 然后黑鞠冲 你下 这个时候呢 白鞠 再跑出去 白鞠不能下来 就跑出去 然后黑鞠渡过 然后黑鞠渡过 然后就拐 然后 那 头 这个局部呢 现在也很复杂 因为有一种 有一种下法呢 就直接是 接上 直接把这几个子 砌了 这也是一个下法 然后黑鞠呢 砌了这几个子呢 但是呢 以后以后 黑的这个地方 它得先顶这个 然后白鞠走 再点这个赤字 这样三个白鞠 吃了三个 也就是 有个西 阿木齐 但是黑的就很高强了 非常 速度非常高 然后它从这边挂过来 它这边的形式啊 也很 也很壮观 这个局部 这个棋的好坏呢 也很难讲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呢 黑棋 完全可以下 那么黑棋 还有激烈点呢 就是 把这个也走出来 那这样 这样的队段 就非常复杂了 这样的队段 黑棋 带着 带着场 虽然说这样呢 就不会死 但有时候呢 你不会死 你跑 跑一通平门演艺 也把自己走得很重 白棋 跳一会儿 尖也好 也把自己走得很重 因为这个地方啊 所以白棋是有 有个断点的 这一段 黑棋如果吃 白棋吃 提 长 白棋 黑棋尖 这个局部 白棋是有棋的 局部来讲呢 黑棋好像还是不行 收起 这局部来讲 黑棋是死的 继续收起的话 还是慢一起 所以断的时候 黑棋是只能接住的 那么 在这个棋群上面 白棋还是有弱点 就是白棋这一带 这一带菜边都有先生了 因为这个退出来的话 黑棋这五个子 也要被攻 所以今天 虽然说跑出来 这个战斗是很复杂的 但是呢 有时候 弃了 反而又可能 还能 获得一个 简明的 一个 妥协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局面下呢 而且不跑呢 上面来讲 我觉得比较明智一些 还是最好说 不要去跑这三个子 那么白棋还有一种下巴 就是走这个 这样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那个图形 那关于这个图形呢 到底 黑棋线有 有几种下巴 这个比较困惑的 一种是吃这个 这个呢 比较厚 但是呢 它有 有弱点 就是说 白棋线猜这个 它有弱点 就是将来这个尖很讨厌 这个尖黑的 目数 比较难受 提掉 吃了两个字 但是 整体来讲 速度太慢了 我们可以看 能这么分析一下 我们可以这么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定时 白的呢 先走到这里 那黑的肯定是要 肯定是要断掉的 肯定是要断掉的 那白棋肠 它是压 白棋肠 所以都很正常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黑的 没有选择抱吃 对 抱吃很正常一步 然后吃得很干净 所以显得 飞了一个 这个地方显得很奇怪 飞了一个很奇怪 然后白棋擦 真的很正常 那么飞的这个时候 又补了一个 在花一手棋 就能解决的地方呢 飞是花两手棋 本来是 一手就解决了 飞得 再加了一刀 那这地方 小率明显 明显白的 就 飞的就慢了 这个速度就慢了 然后白棋拆回来 白棋拆回来 大家看这个棋的结构 飞棋还不一定有 这个结构好 因为飞棋吃在这里 白棋跑是准了一下 但是呢 白棋得到这个 尖的线色 所以它这个地方 白棋吃会的很有限 无非就是 白棋这个线 这个街啊 变在立 可能街有更加厚实一些 但这边的区别呢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但这边呢 飞棋明显是 损失在线了 这样呢 飞棋的速度就比 比较慢 然后黑棋呢 如果不吃这个 那就是贴这个 贴这个幕术会好一些 但是呢 这个幕术好了 这个头就软了 以后白棋 当然还是先拆这个 以后这地方贴 还是有鲜手味道 要么你就 要么黑的就所处压掉 但压掉呢 这个以后 还是有借用 不是说特别满意 因为压掉以后 白的这块就厚实了 所以说黑的也有 也有吃在这里 吃在这里呢 它强量呢 下不低这个 是鲜手 因为这部其实 第一种 如果说白的 黑的不理的 白的不理的 黑的这一抽也很严厉 黑抽 白的档配的 一点 如果你接的话 你接就透过 那么透过以后呢 白的这段行没有活 不仅这个幕术还大 还有很大的进攻 那么白的如果一旦逃跑 他所有的紫皮对准的 黑的后视 那显然就不太乐观了 所以呢 一般来讲 逼住的时候呢 百姓会坚硬地补一个 这个局部呢 大字就是 目前就是大字起 结论就只下在这里 大家都觉得 这个其实 双方认可的一个局面 因为现在 黑棋的贴木 是贴七母般的 现在就是说 这个局面下 喜欢白棋的更多一点 因为觉得黑棋的速度呢 太慢了一些 就像我刚刚 跟大家讲的这个地方 黑棋在多 能花一手的棋的地方 花了两手棋 花了两手棋的效率呢 并没有体现出来 大家看 如果很简单的道理 我如果说 我两手棋 即使花了这样 我也比刚才强 因为刚才这个棋 将来还要被 再尖一下 这就太痛苦了 黑棋 非常的重复 正是因为呢 像这个局面 正是因为下人这样呢 黑棋这个顶 不太满意 黑了呢 他有逼紧的下巴 但是逼紧 白棋逃出去 这个作战呢 黑的也不是特别有力 他就跳 这两个子啊 现在跑出来 很明显 不太能攻到白起 那么黑棋这个角 角啊 太有问题 首先一个怒数很小 然后以后死活还出问题 这以后 这个局部啊 没有完全的活 当然现在靠着外围的那个 弱点还是能活的 但以后会有问题 所以自从有人这个大飞以后 一间高架这个变化呢 就慢慢的开始 没有人怎么下了 所以说正是因为这部大飞 我想呢 使这个一间高架呢 那时候没人是被淘汰掉了 这期呢 我一间高架的节目 就给大家做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